不用思考 不用思考就是這一個了 好 選好了 3 2 1 翻牌 哈囉 大家好 我是Yumi 我是Lomi 今天呢 我們的助理呢 說她找了一些日本的心理測驗 然後想要我們做看看 因為她說她自己做了之後 因為她會日文嘛 然後她自己上網查了之後 覺得超級準 然後想要就是我們也試著做看看 真的喔 所以想說 那我就想說 那乾脆就是大家一起來做看看好了 好 那我們就請就是助理給我們題目好了 你做的題目很準是不是 對 我覺得我剛剛做的幾集都覺得超級準 所以想說找一起來給你們玩玩看 好好好 感覺很好玩 就照著上面有標題號 好 第一題 あなたは家の中にいます すると 1 赤ちゃんが泣き出します 2 トイレに行きたくなります 3 電話が鳴ります 4 チャイムが鳴ります 5 風呂の水を開けっぱなしなことに気が付きます さあ あなたはどれから解決していきますか 優先順位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難しい 難しい 很難ね 這題目很難ね 就是你現在同時要做這五件事情 你要怎麼選 要怎麼排序 那我們來寫看看好了 好啊 好難喔 很難嗎 我自己很快就寫完了 很難嗎 真的假的 很快就排序 就設身處境的想一下 現在你正在家裡 然後同時這五件事情發生 你要怎麼先去解決 對 好 我想好了 好 那你先蓋牌 好我先蓋牌 哈哈 你很快就寫完了 我很快就寫完了 OK 好 好都寫好了嗎 寫好了 好呦 那我們321分牌 321 321 好 那這個心理策研呢 是要測說 你在你的人生當中 你更傾向 將哪一些事物 視為優先的 對 好 那我們首先來公布 你們的都是第四個 再第一個 那我們就從你們身去公布好了 欸 等一下你們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 沒有 真的 好恐怖喔 這是什麼姊妹的那個 什麼姊妹 這是什麼姊妹的那個 心理相控嗎 對耶 好恐怖喔 我們重視的事情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好扯喔 好 既然看到我們就會一個一個公布 那就簡單了 對簡單了 首先第四個 先打開門 是你最重視的是朋友 喔 對 這代表的是朋友 然後再來第二個 是選項一的照顧嬰兒 是愛情 喔 對 然後第三個 你們選項五 關水龍頭 這個是金錢 喔 對 留了留了就留掉了 哈哈 再來 第四個 選項二的 現在就要去上廁所 是自己 再重視自己 對 重視自己 因為這個是自己的需求 對對對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 你們選地上有接電話 這個代表工作 嘿嘿 好誇張 好誇張 是喔 但是你們完全一樣 我會嚇到耶 我也嚇到了耶 但是我還 也蠻重視朋友 那你們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寫啊 你們有什麼邏輯嗎 喔 因為想說 先幫朋友開門 他可以先幫我顧一下小孩 哈哈 我原來是這樣的邏輯去想 然後呢 打開說 欸你先 小孩在顧你先幫我 然後 然後就先去關水龍頭 然後自己上個廁所 然後再回播電話 那你也是嗎 對我也是 就是 因為朋友在外面等啊 就是很不好意思 那嬰兒讓他哭一下沒關係 然後進來之後就 欸安撫一下啊 什麼的 然後後面後續就是 啊電話什麼 就是可以再回電給他 什麼的 所以就可以排到最後這樣 對 喔 你們的想法很一樣 這個超不錯 其實蠻準的耶 就是你的想法是什麼樣子 嗯 蠻準的蠻準的 很有趣耶 那我們接下來做下一個囉 好 好 好 次の写真を一目でどう思いますか A A ロゴ B ランプ C コノ D スピーカー 嗯 はい 好 翻牌 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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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話你的拖拉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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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在時間內把事情做得穩穩蕩蕩的 因為你覺得如果還沒有把事情處理完 你就會開始玩樂 你就會開始覺得很不安 所以你會把事情先做完之後 再來好好休息 喔好 是不是很沉 不錯 對 我們都是這樣子 會卡在那裡 快點先做 對 就是這樣子 選擇斧頭的C的話 你的拖拉指數是20% 就是你是一個極為有行動力的人 然後你有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 每一件都會把它規劃出來 然後馬上的付諸行動 所以你的生活會非常的充實 沒有停下來的一刻 但是也容易讓自己壓力很大 身體會出狀況 所以還是要留給自己充電的時間喔 選D的話代表你的拖拉指數有80% 對 就是你是一個做事情不考慮後果的人 你認為生活就應該要慢慢來 然後什麼都要自己的步調 然後同時只要遇上一點困難或是疲勞的時候 你就會容易放棄 然後轉移注意力 甚至放飛自我 哈哈哈哈 對 所以對於你需要處理的事情 你就會越來越隨便 然後最後帶過誠信 沒有就是沒有一件事情做得好這樣子 還會常常拗累身邊的人 走吧走吧 走走走走 歡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瑟蘇 我是瘋狗鞭 終於是週五 每天中午十二點 小便造口夜陪你聊聊最熱門新聞 每天直播在線等你喔 掰掰 好 下一題 大変な努力をした後山の山頂を見上げると どんな景色が見えるか想像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A 満開の桜が咲いている山里の風景 B 水をたたえた広大な湖 C 草木の生えていないゴツゴツした岩場 請坐 ここのようにを見て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じゃあこれを体験する どんなの動画に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こちらを見てみよう funciona これを体験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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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來解答沒有人選的那個 好 就是如果選得C 光凸凸的眼閉的人 你的樂觀指數很低喔 你做事情之前都會忍不住 往壞的方向想 如果出錯了怎麼辦啊 或是要準如紛爭怎麼辦 失敗好可怕呀等等的 這種負面的想法 但是也多虧了你這個謹慎的個性 所以你在做事情之前都會 充分的準備 所以你真正有遇到失敗的事情很少 大部分都是能夠成功的喔 未雨綢繆型的那種 對未雨綢繆型 選B的人你如果看到的是 湛藍的湖水的話 你的樂觀指數是中等 你會依據情況而感到悲觀或是樂觀 如果說是關於自己的事情 就會以樂觀的心態去面對 比如說工作上的困難啊 你會相信你一定能夠完成 但如果不是關於自己的事情的話 你可能想法就會比較悲觀一點 比如說你的朋友找你訴說煩惱 你就會說 我們應該要先設想最壞的狀況 然後給朋友很 對給朋友很仔細的分析跟建議 所以你的朋友們都覺得你是一個 能夠訴諸心事的對象 但是如果你可以樂觀思考一點的話也不錯喔 蠻準蠻準的欸 蠻準的欸 因為我每次跟他商量說 我跟你說你要先想一些最不好的 然後去做計畫 如果真的不好的就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樂觀的 因為你設想最不好的 剩下都是好的 就是 因為你一定不會到最壞的啊 那你那時候就不就 對他來說B是最好的吧 我也是選這個A 我來聽我的 最後一個選擇A的朋友 你看到了滿山滿谷的櫻花 那你的樂觀指數可以說是非常的高 即使周圍的人都表現出悲觀垂頭上氣的氣氛 你也會夾縫中求生存 就努力的找出一絲希望 你的口頭禪就是 總會有辦法的啦 好準喔 超準的啦 這個真的蠻準的 然後你的樂觀自信也會感染你身邊的人 又讓人家看到你就覺得 元氣滿滿好像什麼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就算是深陷黑暗之中 你也是指引大家的那座燈塔 請你繼續保持下去 一年一年 還滿準的耶 真的好樂觀 因為我常常也說 沒關係啦 總是有辦法的 沒關係啦 他在口頭禪 真的是他在口頭禪 那大家測完之後會覺得準嗎 準嗎 太準了 好那我們下一個 好再來下一個 我們來玩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請你們先握拳 然後給金頭看 隨意的握拳 哪一手 左手右手可以 好 一二三 好 好 先這樣喔 不要動喔 好 那我們這個呢 是要測你的愛情觀 我們有三種握拳的姿勢 這個是好像日本很有名的手相占卜 對 那個 Romi就是把大拇指縮在手裡面 喔真的耶 對 然後你是大拇指在外面 你應該算是第二種 嗯 對 就是把包住的那種 對 好 那首先我們從第一個開始講 第一個 把大拇指放在食指旁邊的人 你的領導能力很強 也很有正義感 喜歡幫助別人 你喜歡領導別人 希望他們能夠支持你 追求力量 安全感 穩定性的生活 而且你會非常努力的完成一件事情 嗯 然後在愛情裡面 你會全心全意的投入一段感情中 希望保護你愛的人 全力投入你的愛 想要保護你想要保護的人 你是一個善良的人 總會把對方看得比自己重要 但是你卻不擅長用言語來表達自己 好 第二個 大拇指放在棕子上面包住的人 你善解人意又善於交際 是其他人眼中的萬人迷 你擁有大量的創意 又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 在愛情裡面 你因為害怕失敗 所以很難開始一段新的關係 不過 你既不著急 又冷漠的面對感情 所以就是你在愛情裡面 是屬於佛系的 佛系愛情 不會特別強求 也不會特別的執著 對對對 好 那把大拇指放在拳頭中的人 你的個性是敏感內向的人 通常不會表達自污自己 真實的感覺 雖然身邊的朋友不多 但是一旦成為你的朋友 就會是知己 也很準 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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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愛情裡面 你渴望一段 不太親密又不太疏遠的愛情 你是平靜溫柔的 然後你很少跟你也幫你吵架 所以你的感情都可以維持很久 你就會說 你不能太黏 也不能太不黏 你要這種剛剛好 求度易的感覺 很準 很準 對 這個真的有準 有準到 這個可以 我也是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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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佛系的 我們是佛系愛情的 那我們今天的心理成員都測完了 掰掰 你們覺得準嗎 很準 我覺得有些蠻準的耶 大家覺得準嗎 你有沒有覺得 你今天認識一個不一樣他 沒有啊 就是平常認識的 我們就認識準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很準耶 有驗證 對 想要一直玩 想要一直玩下去 想要一直玩下去 然後多了解自己 對不對 還可以了解對方 好 那如果大家覺得有什麼其他心理成員是準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分享一下 這樣子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再幫我們訂閱 按讚 那就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 為什麼這個白板有正入彎的味道 是不是板差 水路感 欸 欸 這邊怎麼黏了一個膠帶 哈哈哈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